冬至到了家家户户应景都要来碗热乎乎的汤圆 不过营养师提醒 糯米做的汤圆肠胃不好的人别吃太多 而有包馅的汤圆 四颗就大约有一碗白饭的热量 肥胖的人也要多加了注意了 热乎乎的汤圆是冬至必吃的食物 不管小汤圆还是有包馅的 一颗颗圆滚滚实在太诱人 但是营养师提醒 肠胃不好的人别吃太多容易消化不良 而有包馅的汤圆 四颗就大约有一碗白饭的热量 肥胖的人也要注意 今天就是冬至 今天吃汤圆大家就注意一下 主要就是说大家比较不了解 汤圆的热量到底含多少 如果今天我们是煮红白小汤圆 就是没有包馅的 大约我们这个汤匙 两个汤匙它大约就是含70大卡的热量 如果是有包馅的 不管现在是包花生、包芝麻 或是现在最夯的包抹茶 它其实大约两颗 就是大约有两百 它大概四颗就有两百八十大卡 那大约就是我们吃这种 像这种一碗饭的热量 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去搭配一下 我们的汤圆的一些做选择 那我们哪些人比较先去注意这些汤圆要该注意的地方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平常吃 像是以前吃粽子 或是吃一些糯米制品 会常会不适的民众 我们在吃汤圆的时候 就是我们量 不要吃太多 因为它毕竟也是糯米做的 再来就是说 如果体重比较肥胖 或是你有糖尿病的病食 在吃汤圆的时候 我们必须去做注意 因为它是属于颧骨跟筋类 它主要的都是淀粉质的来源 如果今天我们拿来做点心的话 糖尿病病人拿来做点心的话 可能会一整天的糖分的摄取比较多 会造成今天的血糖 控制比较不容易 那如果今天我们中午用汤圆来取代正餐的话 我们在下一餐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饮食在一整天更均衡 而在下一餐的部分 我们的饭量就大约 这个吃饭的量就大概减成一半 那可以多吃一点蔬菜 就是去做一整天的均衡搭配 那要怎么吃呢 营养师建议 如果咸汤圆可以搭配多一点蔬菜 汤头别太油腻 甜的汤圆可以加点桂圆 红枣还有老姜熬煮 如果真的这一餐吃太多汤圆 下一餐就多吃一点蔬菜 或者离开被窝 还有椅子起来运动运动吧 记者廖婷娟台东市报道